俄罗斯对土地有一种病态的征服欲 在俄罗斯历史上 不搞侵略的沙皇就不是正常的沙皇 1796年 叶卡吉里纳病逝的时候 拿破仑27岁 正在意大利追着几个奥地利的将领打 法国大革命后 国内乱成一团 今天我杀你 明天你杀我 直到1799年 拿破仑政变成功才消停下来 内部矛盾 暂时缓了一口气 但外部矛盾停不下来 法国大革命 因为把法王路易十六给杀了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公然杀王室 开了个很惊悚的头 欧洲各王室都吓得个半死 比看完咒怨还后怕 不断搞反法同盟 要联合起来 好好教训法国 没想到 拿破仑是个天将杀神 打得反法同盟一片哭爹喊娘 1805年痛击奥地利 1807年痛击普鲁士和俄国 欧洲五强 法国打败三强 几乎踏平欧洲大陆 就只剩一个英国隔着大海 实在没办法打 拿破仑那时已经笑傲欧陆 唯我独尊 对英国人隔海挑衅 那是绝不能忍 便对英国人搞大陆封锁政策 1807年还跟俄国签订了 提尔西特条约 俄国答应加入大陆封锁 要让英国人过过苦日子 插一句 全世界被封锁最严重的国家 是1960到1970年代的中国 美苏同时带着小弟封锁中国 全球没有哪个国家 能比这个时段的中国更苦了 他们那种程度的封锁 都不过是小儿科 俄国人根本就没有遵守这项条约 一是在敲咪咪的给英国货做走私 拿破仑决定好好收拾下俄国 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欧陆真正的化石人 1812年6月 在准备了足足半年后 拿破仑带着61万大军杀向俄国 叶卡吉琳娜的孙子 35岁的沙皇亚历山大一是这边 则准备了40万大军迎战 拿破仑打算跟沙皇打一场总决赛 然后逼迫沙皇求和 但是拿破仑实在太猛 俄军开始不敢直接开打 只管向后撤 法军深入俄国上千公里 战线拉得太长 一路分兵助手 人数渐少 粮草也出了大问题 9月7日 俄军则一直退到离莫斯科较近的 布罗基诺才被迫会战 俄军此战急神勇 双方竟意外打了个平手 俄军伤亡3.8万人 法军伤亡3.5万人 一时没分出胜负 俄军先撤 拿破仑只能继续前进 本想打边境决赛 不小心打成了莫斯科攻城战 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 压根没让拿破仑攻城 他直接弃城撤退 玩歼壁青野 9月13日 放火烧了莫斯科 大火烧了四天才烧完 拿破仑进城后 光忙着灭火了 其实谁都不想毁灭自己的城市 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 实在是迫不得已 俄国人记仇 打这以后 贵族们就不再说法语了 拿破仑9月14日进莫斯科 一直待到10月19日才决定撤退 这一个月时间 他舍不得放弃战国 一直在威胁沙皇求和 然而俄军压根儿不想理他 打下我们莫斯科 不留下几十万条人命就想走 俄军渡过莫斯科河 在布多尔斯克地区集结 绕到法军侧翼 拿破仑却一直没有找到 他们的行军路线 1812年 俄国遇到寒潮 10月6日 莫斯科就开始飘雪了 但法军补给线断了 棉衣粮草都跟不上 眼看要么饿死要么冻死 拿破仑只能带队撤出莫斯科 俄军派出哥萨克骑兵和游击队沿途骚扰 并在法军逃命路上不好口袋震 经过塔鲁丁诺 小亚罗斯拉维 别金纳赫等一系统战役 对法军定点清除 等12月6日 拿破仑回到巴黎时 61万法军 在零下20度冰天雪地的俄国 被杀死冻死到只剩3万多人 骑兵和炮兵几乎被全灭 见到拿破仑惨败 英国 普鲁士 瑞典 奥地利 全部加入到俄国为首的第六次反法同盟 拿破仑重新组织了40万人迎战 但在1813年莱比锡战役中败北 之后联盟一路攻进法国 1814年4月 法国参议院废除拿破仑地位 并流放拿破仑 俄军抢先攻陷巴黎 俄罗斯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次高光时刻 在这之前 俄罗斯对西欧一直是仰望的态度 在西欧面前又自卑又喜欢 这次不仅反杀拿破仑 还第一次攻入了精神母国的首都 当亚历山大一世骑着高头白马进入巴黎时 普鲁士国王也只能在一旁陪同 他还被各路盟军称赞为欧洲的救世主神圣王 比法国路易十四的太阳王听起来还牛逼 达到了其奶奶叶卡吉林娜大帝都达不到的荣耀 真是给祖上长脸啊 俄国那段时间完全以欧洲领袖自居 自认从欧洲二流强国进入了一流强国 当掌声最热烈的时候就是危险最近的时候 拿破仑让欧洲各国知道没有王室其实是正常的 因此各国都接连不断发生反对王室的革命 打败拿破仑后 急于在欧洲找存在感的沙俄爱显败 哪里有革命 沙俄就带头扑下哪里 帮各国镇压革命运动 再加上几次血洗波兰起义 自己又还在搞落后的奴奴制 沙俄把自己的名声搞得非常臭 当面大家叫他欧洲宪兵 背地里大家叫他全欧洲的敌人 野蛮强国 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 那时候的沙俄就是世界邪恶势力的代表 沙俄自己也自卑 亚历山大一世带着军队进巴黎后 俄国年轻军官一看 这巴黎人过得多么富裕文明的生活呢 巴黎人都在讲人人平等了 我们那还在剥削农奴呢 多少人还不识字呢 跟法国比起来 我们实在太粗鄙了 年轻军官回去一合计 在各城市建立地下组织 有的叫幸福协会 有的叫北方协会 想在俄国彻底废除农奴 普及教育 推翻沙皇 搞君主立宪 1825年12月14日 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 没有指定继承人 年轻军官们觉得机会来了 趁机发动了一场正大光明的起义 这些战胜过拿破仑的3000名年轻精英 整整齐齐走到书密院广场 向市民宣读 制俄国人民书和俄罗斯共和国宪章 要求废除沙皇集权和农奴制 搞君主立宪 建立俄罗斯共和国 他们既没有秘密暴动 也没有偷袭皇宫 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安安静静排成整齐方阵 不开一枪 静等新沙皇答复 政治斗争是极残酷的 而这群年轻人实在太过于光明而笨拙 尼古拉一世 先派圣彼得堡总督来谈判 谈判失败后 调集四倍军力发起武装镇压 下午5点起开炮攻击 1271人当场被打死 5人被处以绞刑 121名军官流放西伯利亚 300名军官被贬为士兵 1000多名士兵被鞭刑 这便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 12月党人起义事件 俄罗斯2019年有部电影叫 《救国同盟》 就是讲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电影对当时生活环境还原的不错 可以看看的 拿破仑在欧洲历史上 为什么那么重要 不仅仅是他打遍欧洲无敌手的军事成就 而是他第一次摧毁了 欧洲各个王室上千年的合法性 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 最后都认同王室特权阶级 必须要退出历史舞台 哪怕俄国人可以征服法国 但他们只能按法国人的方法过日子 是野蛮是文明 大家心里头有数的很 作为欧洲死硬保皇派头头 令人憎恶的邪恶中坚力量 沙俄从击败拿破仑后 风光了40年 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1853年2月 野心勃勃的沙皇尼古拉一世 想将势力扩张到巴尔干半岛 便派亲王前往军事坦丁堡 要求奥斯曼承认沙俄 对苏丹统治下的希腊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1200万东正教信徒 有特别保护权 奥斯曼此时已经虚弱的一批 跟东边打完一亚打二亚的大清 并称东亚病夫和西亚病夫 考虑到惹不起沙皇 怀疑了一下准备答应了 但是沙皇得寸进尺 马上又提出一个很过分的要求 沙皇要求奥斯曼帝国 交出其境内巴勒斯坦小镇 伯利恒圣诞教堂给沙俄 这座教堂是耶稣诞生之地 是基督教圣地 奥斯曼已经交给天主教徒管理 这就是强行刺激各教派的神经 这样搞事就很过分了 非常非常过分了 跟当众打苏丹耳光一个意思了 这事奥斯曼不会答应 整个欧洲都不会答应 尼古拉一世极为膨胀 不仅提出这种恶意请求 还居然给苏丹下最后通牒 说不同意 咱们就断交 英法两大强国在一旁都看不下去了 沙皇你实在贪得无厌 放话说 苏丹你别答应 沙皇敢惹事 我们俩帮你揍他 5月 苏丹拒绝了沙俄的最后通牒 沙俄立即跟奥斯曼断交 7月 沙俄军队侵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 奥斯曼要求沙俄滚蛋 沙俄不滚 奥斯曼向沙俄宣战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距离上一次土俄战争已79年 两国终于又打了起来 刚开战时 奥斯曼打不过沙俄 1853年11月 西诺普海战 沙俄以木制风帆战列舰 干掉奥斯曼7艘护卫舰和2艘巡洋舰 奥斯曼死伤3000人 被拿了一血 那年头第一次有了战地记者 消息很快传到英法民间 英法民众看完报道 拍着桌子 主动要求对俄开战 一把54年3月 变成沙俄单条奥英法 70万对100万 克里米亚战争全面开打 是的是的 又是那个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这块地 真的是阴魂不散 嵌在俄罗斯的历史里 拔都拔不出来 患难见真情 所谓的欧洲的救世主 神圣王 实际上在欧洲一个朋友都没有 普鲁士和奥地利都在一旁看戏 政治与军事全面落后的沙俄 被英法给揍枯了 达到俄军伤亡53.6万 耗资8亿卢布 一个唯一流强国 活生生被揍出二流强国的原型来 克里米亚战争 号称俄国史上最耻辱的败账 战败后 沙俄财政亏空 被迫在1867年 以750万美元 卖了阿拉斯加还债 为了避免亡国 接受了耻辱的义和条件 被迫放弃罗马尼亚这一块 还把多脑河口 南比萨拉比亚 卡尔斯 各让给土耳其 承诺黑海中立化 不保有6艘以上800吨轮船 和4艘以上200吨船直 也不在黑海沿岸 设立兵工厂和海军要塞 从来只有俄国割别人的土地 这是少有的被别人割土地 沙皇在国际上微信扫地 尼古拉一世自觉对不起列祖列宗 气得在1855年2月18日 服毒自尽 临死前 还拍电报给沙俄各重要城市 说皇帝正在死去 并向所有的人道永别 克里米亚战争 将向西欧进发的沙俄 给拍了回去 尼的儿子亚二 1855年继位后 直到向西打不过 英法一定会阻止杀俄 便集中精力 想东打 俄罗斯对土地 有一种病态的征服欲 在俄罗斯历史上 不搞侵略的沙皇 就不是正常的沙皇 1857年底 清政府同时陷于 英法二压和太平天国起义 广州被英法联军攻破 陈玉成和李秀成在晚北崛起 咸丰心力交瘁之际 亚二派俄国侵略军 闯入黑龙江流域 对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 清政府不敢三面迎敌 被迫签订爱慧条约 隔壤黑龙江以北 外兴安岭以南 60万平方公里土地 1860年二压结束 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 不平等北京条约 沙额再次趁火打劫 说自己调停二压有功 要不然英法还得打你 逼着清政府 又补了中俄版北京条约 正式承认爱慧条约 并开放张家口 库什 喀什嘎尔维商部等 中俄版北京条约还有一条 说西北边疆中俄未刊定 得重新划线 1864年西北回乱 沙额再次趁虚而入 于1864年6月 侵入中国西北 波罗湖吉尔卡伦 再次用武力 威胁清政府签订 中俄刊分西北戒约纪 割仗中国 44万平方公里土地 从1858年到1864年 鸭尔为首的沙额 共掠夺中国 150万平方公里土地 光掠夺中国的土地 还填不饱沙额的胃口 1864至1865年 沙额又先后征服浩瀚布哈拉西瓦等汉国 确立了对中亚的统治 不过沙额光顾着搞侵略 内部矛盾这时候都要炸了 具体怎么个矛盾法 大家可以看我的《腰僧传》 这篇文章就不重复了 总之内部人民都受不了了 个个要跟沙皇玩命 1881年3月13日 鸭尔出门巡视圣彼得宝时 刺客向他的马车投了一枚炸弹 只炸伤了鸭尔的卫兵和车夫 鸭尔下车查看卫兵伤势时 刺客投出第二枚炸弹 把鸭尔双腿炸断 一致无效挂了 中国去俄罗斯的旅游团 通常有一个常规项目 是参观圣彼得宝 低血大教堂 这个教堂就是在 鸭尔被刺的地址上建的 我以前还是一个 普通的淘宝店主时 就很喜欢去俄罗斯 两次跟团都被拉到这个教堂 印象极深刻 那时候我只记得教堂跟鸭尔有关 但现在每次写到亚尔被诈 透过长长的历史看俄罗斯 感受已全然不同 亚尔死后 皇位传给他二儿子亚三 这时候 俄国年轻人都想建立共和国 一个接一个的跟王室完命 1887年3月 亚三才即位6年 列宁学习成绩优异的亲哥哥 才17岁就去刺杀亚三未遂 5月被绞死在监狱大院 父亲被刺杀 加上这次刺杀未遂 把亚三整成了抑郁症 从那开始 他就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常年住在圣彼得堡郊外的行宫 亚三也没执政几年 1888年 他乘坐的火车专列出轨 亚三受了风寒 且有了心理创伤 心理生理都不正常 1894年就挂了 总共在位才13年 哥们一直在回避工作 始终没看出啥业绩 没啥好聊的 亚三死后 他大儿子尼尔执政 尼尔也很爱扩张 1896年 他表面请李鸿章来俄国 参加沙皇加冕典礼 实际是为了跟李鸿章密谈 塞给李鸿章300万卢布 6月跟李鸿章签了中俄密约 密约借口俄国帮中国打日本 俄军舰可以使进中国任何口岸 俄可以在东北修铁道 俄租借吕顺大连 把全东北变成了俄国人的时空地盘 光是俄军舰可以使进中国任何口岸这一条 就跟叛国没什么区别了 后来新中国可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跟苏联翻脸的 李鸿章居然收了俄国人的前后签了 这事干得很不地道 李鸿章后世被人骂是应该的 这件事也严重影响到了国际局势 我在别的文章写过 清政府在咸丰时就该亡了 国家财政枯竭 全国到处是战乱 清朝会有同治中心 是因为英国帮清政府建立海关 解决了财政问题 清政府才有钱解决社会最尖锐的矛盾 并办洋务运动 而英国帮清政府一把 是希望清政府顶住俄国向东侵略 向左宗棠收新疆 他的钱来自胡雪岩 而胡雪岩的钱主要来自英国贷款 但李鸿章这不仅不顶俄国 还跟俄国签密约 可把英国弃坏了 于是英国转身去投资日本 贷款给日本搞维新 推日本去顶俄国 日本那地方穷得要死要活的 没有第一桶金 不可能完成工业化 这第一桶金主要来自英国人的钱 在英美的资助下 日俄战争于1904年在中国东北开打 俄罗斯居然被打败了 沙俄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还是没拿到他们最想要的旅顺港口 输掉日俄战争 再次重挫俄罗斯的国际形象 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 先传西欧再传东欧 百种人因此占了很大的便宜 日俄战争是第一次黄种人战胜百种人 俄罗斯输得颜面无存 打完日俄战争九年后 更可怕的一战又爆发了 俄罗斯用农奴制搭配工业体系 既想要王权又想要工业 尼尔同志时的俄国 号称世界第五大工业国 但居然80%的人口是农民 工业总产量也仅占全球工业产值的2.7% 拥有的只是基础工业 远落后于全球其他强国 农村老百姓一贫如洗 住木屋穿烂衫 城里普通工人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纺织工人则每天工作14到15个小时 工业利润太低 资本家靠压榨工人过活 沙俄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配合 大家都过得很痛苦 内部矛盾早成高压过了 导致收尾 植物 压as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